真的很怕熱 然後這一次屋頂音樂節的主題是青春 我也是有過青春的 不是生下來就長這樣 然後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這個主題 因為尤其是對我來說 我的創作就是從大學就開始寫歌 然後都是記錄一些生活中的事情 就是好像那些都是大部分 幾乎全部都是真的有發生過的事情 那有時候在唱那些歌的時候 我也都會想起一些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這樣 好 那我要唱這首代表青春的25歲 又過了一個冬天 習慣性的想你失眠 到現在沒有改變 再過個一天兩天 再過個一年兩年 我已經二十五歲 就要面對這個社會 而你 是否還會出現 出現在我的夢裡面 陪我度過無數個漫長的一夜 而你 是否還會出現 是不是沒有改變 像剛初分開始的那種境界 又過了一個夏天 又過了一個冬天 習慣性的想你失眠 到現在沒有改變 再過個一天兩天 再過個一年兩年 我已經二十五歲 就要面對這個社會 而你 是否還會出現 出現在我的夢裡面 陪我度過無數個漫長的黑夜 你 是否還會出現 是不是沒有改變 像當初分開始的那種境界 那種境界 你 appeared在 moments开會 是否還會出現 你入出来的那種境界 開 men 安排前 foi 你問我 難關你 personnes 誇張總結 三世 請記得 好 謝謝